我走到哪儿你都要点 说你唱一个五魂之歌 我不知道我一个说相 说靠一首歌来火 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我是排斥的 目前喜剧演员贾玲导演的作品 《你好李欢英》即将突破50亿大关 很有可能超过哪吒之魔童将士 成为中国票房第二高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成功 也让群里的很多人看到了 电影市场的巨大利润 原来拍电影这么赚钱 而且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 连喜剧演员贾玲都能干 那自己也照样能干 之前已经有喜剧演员在电影圈试水 而且确实也赚到了钱 开心麻花的长远就拍了一部电影 温暖了爆爆 最后取得了8亿多的票房 这钱来的比印的都快 有了开心麻花的铺路 喜剧演员拍喜剧电影 仿佛成了票房保证 贾玲在演完小品《你好李欢英》 大获成功之后 于是又上了话剧 经过舞台不断的打磨 不断的丰富人物形象 这才有了《你好李欢英》如今的成功 贾玲大火之后 占据中国喜剧界半壁江山的得音社 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有网友爆料 约云鹏将要向贾玲学习 当一名导演 还有一部怀念自己父亲的电影 目前已经通过人脉来拉赞助了 这个消息一出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甚至很多人还有点期待 毕竟约云鹏身上也有很多值得说的故事 比如小时候和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父母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月龙刚 美飘在面馆打工是如何被人骂的 又是如何被老郭发现的 后台的演员是如何欺负你的 甚至想让老郭开除你的 刚上台的时候是如何被轰下来的 如何登上喜剧人舞台 春晚舞台的 如何开上专场的 又是如何给姐姐买房的 等等 与父亲的感情也是可以展开来说的 毕竟父亲是约云鹏心里 永远的痛 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 约云鹏和师父一起去海外演出 就在演出开始之前 约云鹏接到了家里的紧急电话 称父亲去世了 站在台上的约云鹏 瞬间感觉天都塌了 电话那头的姐姐痛哭流涕 这头的约云鹏哭得早已泣不成声 希望我父亲在天之灵能够理解我 刚才在唱五环之歌的时候 我把话筒往朋友们一递 朋友们一块唱着 有一环之歌 当时那几秒钟我就在想 今天这场演出 真是对我意义非常重大 可能一辈子都过忘不了 当时我 我心里在想 把你听听 你儿子 好样啊 好样啊 挂断电话的约云鹏 稳了稳情绪 跟师父说完情况之后 决定演出完之后再回家 台上的约云鹏 强忍痛苦 照常完成了演出 下台之后的约云鹏 直接崩溃 那视频中的父亲是疯狂磕头 这件事情过后 有很多人指责 约云鹏不孝顺 父亲去世了 都没有第一时间赶回去 每次谈到这个话题 约云鹏都泪如雨下 但是其中的酸甜苦辣 约云鹏又该向谁诉说呢 所以约云鹏和父亲的感情 如果真的用电影的方式讲述 可以往更深的层次探讨 毕竟约云鹏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投入家庭的感情不比贾铃少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部电影 还是值得期待的 不过遗憾的是 这只是一部分网友们的一厢情愿 或是一些媒体的故意炒作 连约云鹏本人都不知道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最近约云鹏亲自给自己辟谣 晒出了一张图片 上面是一行字 称自己将要拍摄电影的消息 纯属谣言 而这则声明 也不是出自约云鹏的经纪人和工作室 直接用手写了一行字 显得约云鹏认真而且严肃 新鲜的网友会发现 这一行字的第一个字是错别字 就是这个某字的上部的肝多了一横 当然有不少人觉得 悦云鹏没有上过几年学 写错别字很正常 不过这其中的深意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读懂 首先将某字写错 暗示自己才输学浅 文化水平不高 干不了拍电影这么有难度的工作 毕竟有师傅拍烂片的前车之间 自己也不会轻易的去拍电影 第二就是将这个某字写得很大 和其他的字距离也比较远 一暗示这个字就代表自己 做好自己就行 没有必要通过拍电影 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喜剧演员 况且父亲是自己心中的一块痛处 不会去消费父亲 用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谋取不必要的利益 只要说好自己的相声 将这一份工作做好 就算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约云鹏从一个极其无名的打工仔 最后成为红头半边天的一线明星 曾经也飘过 横胀过 再一次的商演结束之后 约云鹏看到台下珊瑚海啸的观众 一个个都举着自己的灯牌 心里就飘飘然了 回家就跟媳妇郑敏得瑟 要是咱自己单干 估计会挣得更多 没想到约云鹏说完 郑敏抬起右手 论圆了就给约云鹏一个嘴巴子 约云鹏原地转了几圈之后 愣在了原地 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膨胀了 如果真的这样做 那和当初离开的几个师哥 不是一样了吗 吓了一声冷汗的约云鹏 以后再也没有提过这样的想法 此外师傅也是隔三差五的敲警钟 在约云鹏红得发紫的时候 还参加了奔跑的兄弟 极限挑战的 就在这个时候 师傅打了一通电话 要知道 郭德纲可是一个超级大腕 时间被安排的特别紧张 很少有时间 坐下来和徒弟们聊聊天 这次和约云鹏一下聊了两个小时 有网友问 约云鹏是不是被骂了 约云鹏称自己被骂了一个半小时 其他的交谈还是比较畅快的 随后老郭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则动态 蝉夫毁日 如寸云毕日 不久自鸣 内子恶人 似戏凤轻机 不绝自损 翻译过来就是提醒人 不要膨胀 不要被马屁蒙蔽了双眼 这不就是在敲打 岳云鹏的吗 岳云鹏的妻子 郑敏也在下面回复 不必理会恶言恶语 更不能因为甜言蜜语 飘飘然 做人要有坚定的原则 有老郭这样的师傅 为岳云鹏保驾护航 有郑敏这样的闲内柱 一直提醒着岳云鹏 小月月不小红都难 当然这也离不开 小月月的个人努力 以及对师傅的忠诚 对自我的清晰定位 曾经也有很多人 想起小月月拍戏 做访谈 上综艺 但是小月月都拒绝了 因为在她的心里 自己始终就是一个说相声的 并不是一个演员 更做不了什么导演 正是小月月对自己 这份清醒的认识 才能让她专注于相声 不断用相声作品证明自己 在相声的世界里 做一个匠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山富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 让我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